就是我们GDU干不成两件事一步也不能走 第一件事情不把队伍搞定坚决不能开始 第二个没把我们的教育的模式给确定好 包括软件营件都搞好坚决不能开始 所有上课的学生的家长们 你们自己去处理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会多长啊 我希望在半年内到一年内解决 而且我们一定会在线上线下同时开始 线下我们有可能是在澳大利亚英国或者美国 某个地方或两个地方三个地方 一定有线下的常活 那么线上一定是有自我知识产权的软件 就这两个队伍必须百分之百满意成功 然后呢所有的教育成功 那当然经济和所有的资助 都已经完全完善的情况下 那么这段时间是一个必须的 你搞那么大事 没有这段的磨合怎么可能啊 这段我们所有的老师 包括我们的创始人唐平老都是伟大的贡献 特别是QM是第一人 然后就是吴老师 然后是唐平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 接下来就是队伍所有的经济形势 然后呢和我们的这个教育模式必定下来 在这个期间 这个不做好 就像七哥干事一样 灭共准备三十年 我不准备三十年 不可能有今天 就像头两天出来的一个战友说 七哥 你让我最感动的事情 当时我跟你联系上 你啥也没说 你给我一张照片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郑州撤回学院的五个成员之一 后来他是什么人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中国军方前十大人 我那个时候的照片 我留着 他找到我以后 我就把找到那个照片 我就发给他 我说你想想那一天 郭文贵到郑州的时候 跟你认识 跟你聊的事情 你就知道我想干啥了 千言万语 不如那时候有个真实的回忆 最好的验证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